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 本星期在一场有关奥巴马政府中国政策的讨论会上说 美国非常关注中国不断采取渐进方式 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对有争议岛屿的控制 对此美国已经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 向中国明白传达美国的立场 对于东中国海的尖隔列岛 中国称钓鱼岛的争议麦艾文说 我们反对任何破坏日本管辖尖隔列岛的单方行动 我们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认为 日本对这些岛屿有行政管理权 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保持有效的外交沟通渠道 我们也认为任何想要通过武力胁迫方式解决分歧的作为 都和我们以及区域国家明确表达过的立场不一致 关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 麦艾文也强调 中国必须尽快与东盟就行为准则问题达成一致的急迫性 我们认为东盟提议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 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同意与东盟针对制令行为准则的问题展开谈判 希望这个谈判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结果 对于麦艾文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琦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领土问题原本就难以解决 不过中国已经在和东南亚有主权要求的国家进行外交资商 也在采取行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的参与制定美国所提到的行为准则 南海行为准则 我想这些都会是有利于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当然最终的解决是非常的难的 因为在领土问题上从来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法 但是我们相信无论中国也好 东南亚国家也好 都有意愿在这个地区维持和平和稳定 然后我想这个和美国的愿望是一致的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罗塞尔 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中表示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领土主张 以及中国对有争议领土的渐进式控制 制造了区域的不稳定 不安全和不确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认为 罗塞尔的说法并非建设性行为 并表示中国致力于与直接有关的当事国 通过谈判磋商解决争议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张淼的采访报道